我说中国经济正在快速的崩溃 那得有事实来去表现 对吧 习惯的讲话题 知其然更知其一 所以然举一反三 融会贯通 在根据中止研究院发布的2023年1月 中国房地产企业销售业绩排行榜显示 中国排行前100位的房企销售总额为 4223亿 4223.3亿元 同比下降了多少 31.7% 31.7% 没听错 不是3.1% 是31.7% 假如去年同期的降幅扩大了8.6% 那这个悲观的数据出台是有条件的 我们说如果大环境不好 这个不好 这个不好 这个悲观的数据出台是经历了去年11月份 12月份 以及今年1月份 中国地方政府大量的给房地产出台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出台 各种各样的支持政策 加上中国的金融体系叫三支箭 对房地产企业海量的资金支持 加上中国的银行体系对所有买房的用户低息及贷款的宽松支持 再加上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房地产产业是中国2023年最重要的支柱产业等一大堆利好的信息 利好的政策利好的资金利好条件下的这么多前提下取得的就是房地产整个的市场销售衰退了30%多 目前中国政府对房地产的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叫支柱型产业 以及出台这么多的频繁的政策利好 以及中国金融机构对房地产产业的支持程度 都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绝无仅有的 算是中共政府能拿出来对这个产业最强的支撑手段了 这些行为实际上在40年改革开放以后 没有罕见 极端罕见 没有的这种经济举措 但是在中国政府已经使用了几乎所有能用的政策工具和金融工具之后 针对房地产 中国的房地产仍旧呈现着这么巨大的一个跌势 甚至已经到了衰退的边缘 大家想明白了吗 也就是我刚才讲 现在一月份房地产这种表现是无限多支持守身的结果 还是这种表现 你们想象如果没有能力再支持或者支持这些东西的市场效果消失了以后 会是什么结果 而且面对刚才我说这个数据更狠的房地产问题是哪 更狠的问题是 2022年中国全年房地产房屋竣工面积仅为8.62亿平方米 同比2021年下降了15% 其中住宅竣工面积6.25亿平方米 同比2021年下降了14.3% 那按照中国房地产的惯例 现在所有房地产住宅都是预售 就是房地产做好了 对 没有房子全部都盖好 放在这才卖 而是没盖好就开始卖 按预售惯例 那么2022年竣工的这6.25亿平方米这个面积 实际上都是用户在2019年和2020年购买的 而2019年和2020年这两年恰恰是中国房地产飞速向上发展的时候 这两年购买的用户应该在2022年能够得到这些竣工的房子 而2019年2022年中国房地产销售面积都是快速上升的 快速上升 卖了这么多的房 但是2022年没有房子竣工 竣工数量少很多 即使按照中位数计算 2022年竣工的房产 也达不到2019年和2022年预售房地产承诺交房数的50% 准确的说是39% 什么逻辑呢 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就是 100套房子里你在2019年2022年平均均位数卖了100套房子 应该在2019年2020年 你卖了100套房子应该在2022年交房 但实际上2022年能交出来的只有39套房 剩下的房子呢 交不出来 那么这种实际情况就表明中国政府在中国房地产实施的保交楼行动是彻底失败的 为啥 因为在2017年18年盖好的 准备在20112022年交的大把的房子 已经交不出来了 咱们知道因为这个行为导致了2022年出现了一个上百万人参加的断供行为 但是这个行为不光是这种房地产烂尾交不出情况缩小了 而是整体的规模更大了 可怕的大 所以呢比刚才那个卖房更恐怖的是什么 就是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竣工的房产是远远达不到预期应该有的数值的 中国房产的烂尾项目越来越多 卖的数量虽然飞速减少 但就算飞速减少卖的数量 未来也交不出房子来 因为没人盖了 为什么没人盖了 因为没有钱 雇佣施工队去盖房了 这样 这些房地产建制公司 他们自己也没有钱 他们不能不发工资去盖啊 不把各种设备去盖 不可能 对 他们没有钱 那他们的钱上也都没有钱 再往上些钱去哪了 大家自己去盗 所以中国房地产今年整体爆雷已经是必然挡不住的趋势了 怎么挡得住啊 伴随2019年到2020年到今年越来越多的收到预付款项目的烂尾 房地产引发的社会矛盾将会出现大规模的激化 这个基础条件已经出现了 所有必然条件已经出现了 这一次2023年 如果2022年收不到房 那产生的活动的参与人数应该比2022年百万人集体银行断供的人数还要多得多 应该又是个全新的级别 所以中国经济仅仅在进入2023年的1月份 从现有的数据已经看得出来 实际上整个中国经济已经完全进入到一个风雨飘摇的状态了 但为了挽救现在这种风雨飘摇苟延残喘的中国经济 我们能够看到的中共政府在2023年的第一个月 大家能看见的就是一共从国家层面推出了三个大招 当然各地方也自己有自己的小招 但是国家层面推了三个大招 第一个大招就是国家发改委等18个部委联合发布 关于推动大型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融入城镇化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那么这个推出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鼓励支持有条件有意愿农村的用户搬迁进城落户 第二个大的方案就是中国证监会公布了什么 全面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总体实施方案 第三个就是国家发改委颁布的实施新修订的国家 以公代镇的管理办法 就这三正月一月份所有国家政策 你看不到整个国家体系关于经济的 那第一个大招 第一个大招就是关于这个推动 关于推动大型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融入城镇化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本质上就是强制让中国的农民进城 因为这些农民进城后 首先就考虑的是居住问题 他不能住在农村了 他那个宅基地就没有用了 那居住问题怎么办 就会促使有条件 兜里有钱的农民在城市里买房 这样就可以让这些农民成为中国房地产市场 这一个要崩溃市场新的接盘侠 通过他们买房去化 去除一部分房地产的库存 这样子的话又有一些资金收进来 这就是这个政策的主要目的 为了挽救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政策跟这几年中共强力推出的乡村振兴政策是完全相悖的 完全互相矛盾的 你乡村振兴这边一手 这边又让农民都不要再乡村全进城买房 你说不矛盾吗 因为现在没有办法了 现在能就一时就一时 现在不管未来的雷有多大 只要让它现在不发作 中共已经是拼了命所有招都用了 所以现在就把农民兜里能够剩的撒瓜俩 也全都炸出来 为了让房地产晚一点发作 因为房地产的雷真的炸了 国家整个就崩塌了 所以乡村振兴就晚点来吧 先让他们进来 就是这么一个政策 对 所以这准确的说 只是为了挽救中国房地产市场 一个崩溃局面出台的临时性政策 本质上很清楚 就我说的 扩大房地产的消费市场 但是中国的农民群体到底有没有钱 去看看我们银行存钱的那些比例 为什么在中国的银行 97%到99%资金只有1%到2%的人存呢 中国的农民群体有钱吗 人数是挺庞大 不是家电下乡这点体量 家电下乡中国农民能扛住中国经济 是因为你一个彩电买多少钱 冰箱买多少钱 而且是必需品 那现在呢 你把这些农民都赶到城市里 让他们买房 成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接盘侠 其实我想呢 对于这个事情到底能成还是不能成 听我讲这个视频的中国国内的大量朋友 都比我有发言权 他们真是胡闹 胡说八道 就这种政策 除了能够让很多地方政府 以及政府有关的官员人员 以转移农村户口为名 再次给自己捞一把钱 让兜里更富足一点以外 其他作用几乎是零 中国农民是中国最穷的群体 这些农民就交了30年40年50年的社保 最后拿到兜里那每个月几百块钱 连养活自己都养活不了 然后现在把这些人都驱赶到城市 让这些人用兜里仅剩点钱去城市买房 让他们远离自己的宅地戏 跟自己的田地 完全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而且这种政策竟然是18个部委联合发文 所以呢 我觉得中国共产党不尽快的把中国这个国家祸祸死 让中国嗝屁招量大海棠 是绝不罢休的 玩命祸祸死 对 谢谢大家今天听我瞎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